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无灵直循神域卡 现代易经产卡 还有资卡 总共的三个选项都是不一样的商品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当下的你会选择购买哪个选项的美食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请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测的主题是 它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哦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测的主题是 它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抽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人最近都如何向别人描述你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 它最近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 它认为你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哦 能够被你爱上 是很辛苦的事情 你很懂得享乐 跟你在一起 它的日子过得特别精彩 它都在夸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哦 很会照顾健康 有你呢 它的日子变得好起来 你很会照顾它 也帮助它变得健康起来 你是一个不爱浪费食物 不爱浪费东西的人哦 喜欢就是废物利用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 它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首先你抽一张主题牌卡来看 它最夸你哦 说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能够被你爱上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有你在身边 每天都过得充满享乐的 你是一个很懂得生活 很懂得享乐人生的人哦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并且呢 也帮助它变得健康起来 你很照顾饮食 你也很照顾它哦 还有呢 它也说你不喜欢浪费食物 浪费东西的 喜欢做环保 废物利用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也就是说你好节俭哦 看塔罗怎么说 这个人最近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他说你有一点情绪化 新必皇后牌卡到来哦 她真的觉得你好节俭哦 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 你活泼开朗 带动着她的日子也变得比较精彩起来 跟你在一起好有趣 你的交际能力很强哦 人见人爱车见车在 他都在夸你的美貌 说你好美哦 说你很帅 也在说你懂 你会做准备 你不是一个冲动横冲直撞的人 你很懂得为人生做规划的 有时比较情绪化跟着感觉走哦 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可能还做磨不住 还猜不透 比较随心所欲吧 他也在说你一直坚定哦 不是容易说放弃的人 是耐得了苦的人哦 你喜欢挑战 越高难度的东西你越有兴趣 你拯救了他哦 你带给他疗愈哦 有了你他觉得 他过去受过的伤都得到了疗愈 可以选到第一主义塔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最近如何向别人描述你 他说你有一点情绪化 然后呢有时会比较随心所欲 跟着感觉走哦 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都有时猜不到的 跟你在一起就是 好像坐过山车那样子的刺激好玩 而且你的为人活泼开朗哦 你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更年轻的 很懂得享乐的人生 但同时呢 你的心情也不是一个会乱来的人 你会懂得做计划才做下一步的行动哦 不是一个会乱来的人哦 他也在挂你 是很懂生活 会懂得做储蓄 不爱浪费东西 甚至会费物利用 喜欢做环保 你是吃得了苦的 就不会那么容易说放手就放弃的 他也很欣赏你的交际能力哦 你是一个很懂的 嘴巴好甜 然后人见人爱车见车在 他也在欣赏在夸你的美貌哦 他都在描述你是一个大帅哥大美人哦 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爱做很爱挑战的人 越有难度的东西 你越坚持 喜欢挑战新事物 这个人他觉得你的到来带给他很多精彩哦 帮助他从过去的伤通走出来的 他非常感恩有你 看字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觉得你是最懂他的人哦 他有时不用说一句话 你就知道他的心意了 想起你他就会嘴角上扬 就会自己傻笑起来 他正在调整他自己哦 想改变他的做事方分格 只是跟你靠近就足以令他觉得很陶醉哦 很喜欢跟你待在一起 请你别再质疑他对你的爱了 他爱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而且他会永远只爱你一个 对他而言你已经是完美了 你不用做改变哦 你不用做任何改变 已经是他喜欢的样子 他觉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他无法再把你当成普通朋友哦 他要的是更多亲爱的 他要的是你 但他觉得你们之间有距离哦 不知道你是否会看得上他呢 你会嫌他不够好吗 他到哪里都希望能够撞见你哦 很想你 可以选到第一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亲爱的 你是最懂他的人了 没有其他人比你更懂他 他有时不说一句话 你就能够拆透他的心思的 他想他已经遇到了他的灵魂 伴侣他的真爱 想起你他就会嘴角上扬自己 傻笑起来 他知道他有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他会调整他自己的 就请你别让他离开你哦 因为每当跟你靠近 他就觉得很快乐很陶醉 你不用再质疑他对你的爱了 他一直以来只爱你一个 而且他会永远只爱你哦 对他而言你是完美的 你是那么的有吸引力哦 他发现他无法再这样过去 只把你当成普通朋友的 他要的是更多亲爱的 他要的就是你哦 但他觉得好像有点距离 不知道你会接受他吗 你会看得上他吗 他希望每天都跟你过 不管去哪里他都可以 想要你在他的身边 看重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 比悲伤跟悲伤的是空欢喜 所以不要乱给承诺他会失望 我想把你灌醉 听听听你心里有谁 我有的我会给你 我没有的我会努力给你 他会努力把快乐幸福带给你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预排卡 这个 一经禅卡给出的建议是什么 有什么指示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 好了 这张牌卡是要你不要那么冲动哦 可以成熟一点的 再看 再看 再学习一下才来行动会比较好哦 先观察弄清楚情况才行动会比较好 然后这张是 就是 家庭关系哦 就是可以 寻求亲人的 帮助 然后适者就是包容哦 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人是完美的不是吗 可以选到第一组给予你的建议 首先就是 呃 成熟一点哦 这样 先呃 观察 弄清楚真相 才来行动也不止哦 不要冲动的去 做了一些会伤感情的事情 然后呢 就是可以跟家人做连结哦 家里人 可以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帮助 没有人是完美的 试着去接受 对方一些的缺点哦 嗯 然后呢 多看看对方的优点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这一张牌卡 是这个 权杖骑士牌卡哦 呃 这张牌卡是说 虽然你心里是蠢蠢欲动的 有很多的热情满满的想要 往你要往的方向冲的 但呢 就是在还没有冲之前呢 请看清楚情况哦 就比如你要 给对方表达你的爱 也要试着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哦 你给的是他想要的吗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 就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过渴 你喜欢的美好人生 还有身体健康哦 与对方感情也是健康平顺的发展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帐篮的主题是 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最近是如何向别人描述你的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都在赞你 是一个好坚强的人哦 是可靠可信的人 是靠得住的人 很有担当 很有责任心 而且脾气不错 很有耐性 不是一个爱乱发脾气的人 而且你喜欢尝试新事物 是一个喜欢探索的人哦 跟你在一起都过得好精彩 你不是一个会容易被打败的人哦 很快又会挣扎起来 跌倒了会自己爬起来 他就在夸你 注重仪式感哦 他觉得每天 跟你在一起都好像过着情人节 那么的幸福 给选到第二组是一个人 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夸你是一个很勇敢 坚强的人哦 你是可信可靠的 是一个很有担当 很有责任心的人 而且脾气也不错 很少见到你动怒 乱发脾气的样子 很有耐心 然后呢 喜欢尝试新事物 都是往前看哦 很少记仇 然后呢 就是受过的伤 也很快好起来哦 不会想要复仇 或者是耿耿于怀的 你注重仪式感 每天跟你在一起都好像 在过着情人节哦 就是过时过热 你都会懂得撞造浪漫之类的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可以选到第二组 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 他觉得你很有领导才华哦 你的领导才华是被公认的 大家都很认可 你真的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 都是往前看的 很少听到你放旧账或旧事重提 你好乐观哦 日子多忙 多糟糕 难受 你还是懂得苦中做乐 把笑容带给身边的人 好坚强哦 坚强到令他有一点心疼 你也是一个好勤奋的人 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 不喜欢得过且过 对未来也很有计划 很耐心的 去做未来的规划 有时会比较我行我说 喜欢读主 自己做分析 是一个思考家 想的比较深 想的比较细 你的学习能力好强哦 他在夸你是一个学霸 你很浪漫 很懂得创造 浪漫的感觉 而且做事情会比较果断哦 不是乱下决定的 你会做很多分析才做决定 但是一旦做了的决定 不会乱更改 说话比较直哦 可以选到第二主义 他在夸你是一个很有担当 很有领导才华的人哦 而且你的领导才华是被大家认可的 你是带着光环的 你天生就是一个 领导力很强的人 很被大家就是幸福哦 你说的话都很有道理 然后这个人他很欣赏你 最欣赏你一点就是非常乐观哦 日子在苦呢 你依然会带着微笑的 并且帮助身边的人打气 让身边的人也挣扎起来 你的坚强是非常明显的 也为你感到心疼哦 你就是那么的 就是承受力很强哦 然后他呢也很欣赏你不记仇的 很少听见你为过去的事情 耿耿于怀想报仇 又或者是去翻旧账的 你都是往前看而且很勤奋哦 是一个不喜欢得过且过 想往今日是今日必的那种态度过每一天 他认为你很会为将来做计划打算的 能够跟你在一起对未来都很有保障哦 有时你会显得比较爱独处 比较喜欢独来独往 然后想事情会比较深比较细哦 有时他就是不太明白 他跟不上你的智慧 那就是夸你是一个很会用脑的人哦 你做的决定呢 你不会乱做决定或是要判断的 但你一旦做了决定 那肯定是经过身世俗力 也不会乱更改的 所以是很可靠哦 不会变来变去 但你说话有时会比较止哦 可能伤到人你自己不知道 但他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他也夸你是一个学霸 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 看字卡怎么说 你选刀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不管别人怎么想哦 他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他觉得自己深深被你吸引了 离不开你了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幻觉哦 是真实在发生的 他真的喜欢上你了 好希望自己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哦 他觉得幸福就是能够 跟一个人无所不谈 无所不了 而你就是那一位 他觉得是可以给他幸福的人 他害怕失去你 所以他会对你的管控欲 变得比较强了起来 他经常出现在你会经过的地方 希望能够见到你 爱情是那么脆弱 他要小心谨慎的处理 身怕失去你 因为你对他而言很重要 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给选刀第二组 一字卡来看他说 他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他 他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已经失去理性的爱着你了 他深深的被你吸引着哦 无法无视你的存在 这一切都真实在发生的 他真的爱上了你 不是你的幻觉哦 很希望你能够提出来你的要求 你的需求是什么 他想满足你的需求 他觉得他的幸福就是能够跟你 无所不了的过好每一天哦 他现在担心会失去你 所以他变得管控欲比较强了起来 对不起哦 他会这么的占有欲 都是因为太害怕失去你 他好想你哦 会经常出现在你会经过的地方 他为了想撞见你 这份爱是那么脆弱 他就是要小心翼翼的 想保护这份情哦 你对他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看中文 他想要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我多么希望你能跟我一样那么爱我 他觉得他比较爱你 对不起 这段感情我尽力了 他真的很努力了 对不起 我爱上了你 但不能爱你 只能藏在心里 你是他不该爱的人吗 就看他们个人情况了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 这个一金产卡 有什么提示呢 可以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牌卡是说团举就是力量哦 就跟对方可以一起面对问题哦 不要什么都自己面对的 有心事都可以提出来 跟对方一起慢慢讨论怎么解决 或许是有阻碍 至少可以减少 减少那个损害哦 给选到第二组 给予你的建议呢 就是跟对方多一点的商量哦 团结就是力量嘛 跟对方在一起 站在同一阵线面对问题 问题就更好能够解决哦 虽然可能有难度 但至少 减轻了那个 那个 减轻了那个伤害哦 最后我们抽塔罗牌卡 抽一张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给选到第二组抽一张看一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拿到的是恋人牌卡哦 恭喜哦 爱神的剑设向了你们哦 所以给选到第二组呢 就是 好好珍惜眼前人哦 就是爱情是神圣的 选择了对方那么就 好好的珍惜这个缘分哦 当然在做选择之前呢 要经过甚至熟虑哦 但是选择了那么就好好的经营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平静的心 一切顺利 然后收获满满的爱 要被满满的爱围绕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片的主题是 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说神圣配卡一起来看 最近你要问的就是 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 他最近向别人 怎么描述你呢 后来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认为你的思绪是很清醒的 你好聪明 而且适应能力很强哦 是一个很随和 很好相处的人 你帮助他成长哦 你帮助他变得更好 他觉得能够得到你的爱 是最幸福的事情 你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你简直就是他的梦中情人哦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他在夸你是一个好聪明的人哦 然后你的思绪很清醒 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然后呢 适应能力很强很随和 很好相处 你帮助他成长 帮助他变得更好 你是一个好有爱的人哦 能够被你爱上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你简直就是他的理想 的梦中情人哦 他天天都会梦见你 看这个塔罗牌卡 对方有什么要补充 他向别人都如何描述你呢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他说你的道德观念好强哦 是一个好人 而且很有责任心 给过的承诺一定会兑现 一定会做到 是一个可靠的人 你心地善良 没有心机 是一个可靠心的人哦 然后他也在说你乐善好事 喜欢帮助弱小有需要帮助的人 你的能力很强而且好独立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 他对你是神魂颠倒到不行的 你就是他选择的恋人哦 跟你在一起就很有恋爱的感觉 你很懂得创造气氛 创造浪漫 你帮助他变得更好了 帮助他就是一切都好起来哦 就是心态变得好起来 也比较开心快乐 但有时你会比较优柔寡断哦 也许你太想要讨好每一个人哦 你是一个太随和的人 所以有时你做决定会比较幼柔寡断 你要大家都过得开心 不想得罪人 对你的分人们反应好强哦 你是他一直无时无刻都想黏在一起的人哦 你给他留下的回忆都是甜蜜的 他忘不了你的好 给选道理三主义 他如何向别人描述你呢 他说你的道德观念好强哦 然后呢是一个还蛮爱说教的 但你说的都很有道理哦 能够被你爱上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 每天都好像在过着情人节哦 你很懂得创造浪漫创造气氛的 跟你在一起像梦境般那么的美好 他觉得你很有担当和心可靠 而且你心地善良哦 是一个没有心机的人 他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交信的人哦 你帮助他成长 帮助他变得更好的 然后他也很欣赏你是一个热善好事 而且也很独立自主哦 不是一个会很给他麻烦的人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被你迷到神魂颠倒了 对你的分人们反应好强哦 你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的人 在没有你在身边的日子里 他一直不断回忆起你 会想着你对他的好哦 你给他留下很深刻的美好印象 唯一缺点就是他觉得你可能为人太随和 你太想讨好每一个人 所以你做决定会比较优柔寡断哦 看这个资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对方还有什么要说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是他唯一的真爱 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他是爱着你的 但是他不敢去联系你 怕你会拒绝的 他他不太确定 你会接受他的爱吗 若他跟你表白你会接受吗 他觉得你好善良哦 你对别人都很好 他不想受伤 他不想受到伤害的 你改变了他 你彻底的永远改变了他 你是那么影响他 请你别离开他 可以吗 你好重要 他需要你 他知道他有一些行为呢 是可耻的 他知错了 你会是因为这样子 不要他了吗 是真的就这样子结束吗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疗伤哦 他还会回到你的身边 他还会放弃 给选到第三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亲爱的 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也是他唯一认定的真爱 他是喜欢你爱着你的 但他不敢联系你 他怕你会拒绝他 尤其是如果他曾经做过可耻的行为 他也感到很自责 也很觉得丢脸哦 所以他不敢联系你 怕你还在生他的气 你是真的就这样子放弃他不要他了吗 请你别离开他 他需要你哦 他会改变的 而且你的出现也帮助他变得更好了 请你别伤害他 他不想受伤哦 他一直以来认为你是一个好善良的人 你对他人的好他都看在眼里 难道不能再包容他一次吗 给他一点时间哦 等他疗愈好 疗伤了 把自己状态变得好起来 他一定会鼓起勇气 再尝试一下的 因为他还放不下这份感情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接受了又被拒绝了感觉如何 接受了又被拒绝了感觉如何 你是否跟我一样在想你 他好想你哦 你是否也想着他呢 有你真好啊 喜欢待在你的身边 有你就是他 他会比较快乐 接着我们看这个易经产卡 给出的建议 有哪些提示供你参考的 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也选到第三组 这张是关于定力和应变能力哦 要懂得自律 不要乱来哦 尤其是当面对争论冲突的时候 更需要你保持冷静哦 对方气头上的时候 你又硬拼硬那么 问题就变得更糟了 更难以收拾了 再看多一张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持久的 关系 所以定力好重要哦 所以给选到第三组呢 保持冷静 保持定力哦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哦 如果对方无法控制的话 你也一样不能控制那么 这份感情会分奔理则 就可能会不持久哦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要保持理性哦 不要乱发脾气 接着我们抽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给选到第三组 抽一张看一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拿到的牌卡呢 是倒掉人 冷静停一停脚步哦 试着换个角度看事情哦 或许你会得 就是吸取一些过去忽略了的信息 事情可能不是你表面上看到那个样子的 试着去想哦 也许对方生气 对方的恐惧感 不安感 都是在向你寻求帮助 而不是想要跟你无理取闹 不是要跟你吵架哦 没有人喜欢吵架的不是吗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保持幽默感的 与对方相处快快乐乐每天 过得开心心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